巴塞罗那旅行实践套 哪个可以少不了 世界上最大的烂尾楼圣家堂 看看这个巨大的建筑奇迹 仍在建设中 感受它未完工的美丽与宏伟 沉浸在高迪设计的童话世界里 巴特罗之家仿佛是从童话中走出来的 让你感觉置身于一个色彩斑斓的梦境 高迪的另一件烂尾工程 却成了巴塞罗那最具魔幻色彩的公园 在这里发发呆看看海 有孤独倾诉陪伴 不孤独 品尝新鲜的海鲜和各种地道的西班牙美食 一定要来博盖利市场 巴里的爱墙 巴塞有亲吻墙 绝对是情侣大卡的好地方 近之里了解大师毕加索的一生 欣赏他的作品 才知道毕加索为啥这么牛 球迷的天堂 参观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主场 感受巴塞激情与荣耀 说不定能偶遇一两位球星 巴塞罗那最有趣的跳蚤市场 带上你的砍加本领 讨一些独特的小物件和纪念品回去 如果想到巴塞罗那看日落 这里是最佳的地点 乘坐缆车到山顶 俯瞰城市的绚烂景色 让夕阳为你的旅行画上完美的句号